欢迎收看云端最有钱 有看就会变有钱 大家好我是庆怡 好我想现在大家都屏息以待 因为在过几个小时之后呢 会一代NVIDIA就要公布它的财报了 好到底这个财报的结果 会如何牵动咱们的台股 那么今天看到这个盘中的时候 其实很多AI股已经率先表态了 AI的涨势真的会再起吗 还是你的资金在新一波 要进行一个新的轮动呢 我们待会仔细来分析了 首先来看到一连串最新的消息 当然非常惯性的还是大陆的房市 这风险在不断的扩大蔓延当中 那么现在来看到这是在公门这边 调降了M4CI中国指数的目标 那么认为现在整个中国 从2015年起的一些各区的改造 这些大水慢灌的措施是造成 目前房市就是供应过剩 地方的这些隐藏性的债务大增的原因 那目前政府还看不到任何有办法 来刺激的有效的政策 这是目前在中国大陆 继续是雪上加霜的情况 另外来看看在美国 这是标普 现在跟进Moodie 对于这个在美国的地区银行的 平等是调降的 那目前调降了包括一些 中小型的银行的信用评级 那么把包括纽约的梅隆银行 道富银行这些大型银行也加入 观察要降频的名单 那么现在市场当然是越来越担心了 好 另一方面来看到 这是美国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他是下个礼拜要来到中国 这是从去年6月以来 访问中国的第四位内阁级的官员 那目前当然美中的关系 也非常的紧张 那么这一次到底会讨论到 相关哪些问题 对于中国的这个科技关系 或者是这个中美的关系 会不会又是进一步的压力 对股市再造成一些影响呢 好 我们来关心在日本的公债殖利率 因为全球利率攀升的影响 目前的日本公债殖利率 已经飙到9年来的新高了 那么大家都很好奇说 到底这个日本的这个日盈 它对于这个利率不断的飙升的 容忍程度在哪里呢 那么现在大家都还在摸索 所以目前整个市场分析师认为说 目前日盈没有推出任何 在现在低档赶快来买债的原因 可能整个走势还在日盈的 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 好 另外来看看这个辉达 大家开始现在很多很多的猜测了 那辉达的H100现在说利润很高很高 这么利润是高达10倍 那么相关的这些部分呢 现在已经有选出来的 对于我们这个AI的 第四季的整个动能会更上一层楼 那么台湾的供应链营收动能 还说比辉达还来得更好 有这么棒吗 台湾的供应链有哪些有惊人的表现 我们待会也来选选看 好 来看看摩克斯丹利也在选 说这个NVIDIA相关的供应链 会对我们台湾的包括AI GPU 伺服器供应订单 都会有显著的提升 所以已经先行点名了 包括台积电 创意广大光宝和14档的台股 认为这接下来第四季的云运成长 力道会非常的强劲 真的有这么好吗 可以继续往上来追吗 好 另一方面来看看 Intel一个新的进展 Intel是我们这个台积电的对手 那么Intel现在先进封装的 这个部分火力全开 马来西亚这个槟城最新的封装厂 开始布局 2025年的时候 说目前的整个产能 会比现在再多出四倍 那么接下来一条龙生产的实力 也会大增 所以跟台积电三星的距离 会越来越近 Intel真的有这么强吗 好 再来看看是iPhone 15 Pro Max 现在最新消息传出来 延后一个月再上市 主要是潜望式镜头制作的影像 这些感测器有一些问题 这延后上市对相关的供应链 又会发生什么影响呢 我们待会都来讨论 马上接受我们现场的三位来宾 第一位是资深分析师 永明哥欢迎 好 清宁来宾大家好 我们产业队长张杰欢迎 清宁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基金医生志愿欢迎 清宁好 大家好 我们首先来看这礼拜 当然现在大家很紧张 马上这NVIDIA财报就公布了 那美国这个鹰派升息的 这个声音又起 所以这个时间点 当然今天台股表现得蛮不错的 那是不是半年线就此稳稳稳守得住 不用担心再破底了呢 守得这么安全好不好 你觉得再看看按X好不好 都守得住耶 OK了 所以开始期待明天财报之后的 这个大局反攻了吗 对 我讲明天大概OK 但是你说会不会从这个地方 就一路的开始往这个万七这边走 目前看起来还没有那样的一个迹象 那我想整个大环境 先跟各位慢慢做一个复习 就是说第一个从12629上去 我记得我跟各位有讲过 16300是一个满足点 那看它能够到多高 那结果后来事实上来证明 就是说16300过了以后 还攻到17463 整整几乎多了 快将近1000点 那既然当初的16300是压力 那你过下去它就会变支撑 所以我记得我们在上次录影的时候 我们说如果破了季限的话 也不用担心 因为16300这个地方会有三道关卡 在这个地方守住 第一个部分的话 就是上升的一个趋势线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半年线 因为计算的话半年线 慢慢上升应该会落在16300 然后第三个的话 底下这边有一个缺口 就16264 那当时我说这个三个 很重要的安全气囊 应该会把台湾股市给守住 可是问题是说到前几天的时候 这不是以今天挥达这个角度来看 我记得很多人还是担心 16300会破 我记得上一次的题目 会不会回撤16000以下 对 所以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那现在我比较跟各位在讲 另外一个格局的部分 就是说这个行情 什么时候会正式发动 我不认为是现在 所以如果说明天动的话 我也觉得很合理 因为那个是反映消息面的利多 但是真正在动 我比较倾向于第四季 那我的理论是这样 第一个从现在开始 一直到9月12号这段时间 应该是属于一个相形整理 只是比较高姿态的整理 主要的原因是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总统选举的登记日是在9月12 然后呢 明年的1月13号投票 那也就是说 你在9月12号之前 老实讲你也不知道候选人是谁 或他的副手是谁 你也要是做任何的一个宣传造势 你都没有办法 那台湾的行情本来就比较浅跌 当然会有一些电子的因素 跟着国际走 但是整体的热钱的氛围 还是跟着选情在动 所以也就是说 9月12号之前 他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把这三条线给守住就好 因为如果说 你今天这三条线守不住 来到1万6以下 未来就算你要拉 也很难拉 因为你要花更多的力气 那个叫做四倍公半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时间点上面 又有中国的 比如说最近有碧桂园的事情 有恒大的事情 那NVIDIA那时候 也不知道好跟坏 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影响到 甚至还有接生后 就是包含利率未来的一个情形 但是到了第四季的时候 我就要提醒大家 第四季的时候 过了这个9月12号 现在的八大航库 其实已经在这个地方 光8月份到8月15号之前 就已经买超将近快300亿了 所以也就是它等于是 已经在为这个选举的造势 开始做一些暖身 对 然后第四季的时候 开始正式的拉动 那第四季 我觉得大家对忘记不忘这件事情 已经慢慢的开始消除 然后大家已经开始展望 明年的行情 所以那个时候 又会有很多新的EPS在估出来 那也就是那个时间点要去动 每年都是从第四季 动到隔年的农历过年 我觉得那样的一个机会很高 所以简单的跟各位做一个结论 现在的回答各位去看 它这次有一个上升的趋势线 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地方 就是它的空方缺口一直都不补 然后第二个的话 你把它上去做一条中轴 这个就所谓紧线的中轴 那这个的话就是所谓转强中线 也就是现在的股价 如果在今天晚上 能够站上这条蓝色的转强中线的话 下一条压力 应该就是所谓的空方认错线 那空方认错线意思就是说 这个地方只要一站上去 后面就有一大段喷出 但是我觉得站上去的时间 也不会在最近 所以它最近就只要维持在中轴 跟空方认错线这个中间 对台股就算是一个很好的交代 那比较好的一个情形 是9月12号以后 要发动再来发动 OK好 所以现在这个就是伺机而动 这个9月中过后 这是永明哥的看法 好张姐 那基本上呢 我认为在8月15号 财报整个公告之后呢 其实丑媳妇已经见公婆 所以台股从轮跌 其实变成轮涨 那那个男人 也就是说这个NVIDIA 这个黄仁勋董事长 他在5月的时候呢 甚至是在这个前一段时间 救过整个全球的一个股市 那因为台股呢 其实在整个AI伺服器的 这个比重是很高 然后跟它呢 又是有这个很接近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认为这个台股 半年线会在这边守住 但是呢 我也没有很乐观 因为整个大格局来说 像是7月是卖超839亿 8月10至上个礼拜 在22号已经卖超1116亿 也就是说 在美国这个之前的 共和党跟民主党 我们上次来节目有提到过 他们之前是在吵架 没有发债 那在9月之前 是不断的在发债 有1000多亿的美国政府公债 在发 那不断的在这个债券 丢出来的一个状况之下呢 会殖利率就往上 所以这个是总体经济的 一个部分 那另外来讲的话 台币其实也是 就这样硬生生的 扁到了32 31.990 那这个资金外移的状况 是很重要 而且很明显的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 好像这个资金 一直很强 我们这个蚂蚁熊兵 或是投信扛得住 事实上呢 这个资金外移的状况 很严重 我认为大家要戒胜恐惧 那只是说 你在这个指数放两旁 玄谷摆中间的一个 这几个一个 这个口诀来说的话 是目前我认为 操作最重要的事情 OK 玄谷 资金还没有完全回来 不要掉以轻心 好 志源 我觉得现在大环境来看的话 就是说 其实以美股那边 我觉得比较大的变数 应该是就是 这个全球央行联会 Jackson Hall 那我们看最近的公债殖利率 今天10年期公债殖利率 4.36% 创最近16年的新高 哇 这个又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扰动 那这个扰动 我觉得 就大家觉得会在生息 对 大家觉得可能会在生息 那实际上来讲 我觉得就对市场的信心 会有点压抑 所以我们看 美国的科技股 其实最近来讲 都是因为这个事情 被压抑住的 那当然我们现在期待 这个挥打的财报 我觉得挥打现在的状况 很像什么 很像经典赛的时候 日本跟美国的一个状况 那挥打是谁 大鼓 那他对上尊于 对不对 到底是三振他 还是让他打全A打 我觉得比较 他比较像是大鼓 会比较多 为什么 其实刚刚有没有提到 就是说 你看以挥打的现行 前天大涨8%之后 在技术现行上面 他一定是比较偏多的 一个状况 而且日本都有领先 那么其实我觉得 挥打的财报 一定很好 只是说好到什么程度 那我其实这两天 我去看他的一个 所谓的ESG相关的一个年报 我就发现说 他的H100强到什么程度 他说如果用一颗的话 他可以抵过26颗的CPU 哇 这是26倍 等于是说 你让他所有的资料中心 让一颗 挥打的H100去run的话 他可以直接打趴 那26个串联 他可以节省多少电力 非常的高 所以我相信 他的毛利一定是非常的高 获利一定非常的好 但是我觉得 现在市场上给予他 一个非常高度的一个期待 就像大鼓一样 你要二刀流 你不只是要 打全年打 而且要打很远的全年打 而且还要三人对手 所以这个状况来讲 我觉得就是会比较 动荡一点 另外来讲就是一个 比较系统性风险 就在中国的一个部分 但我觉得中国的部分的话 它还是比较偏向 它自己内部的一个 系统性风险 是一个比较多的 所以我觉得最近这一段时间 其实没有太大利空 但要留意 就是整个在 Bauer在这个全球央行年会 有没有可能 因为其实他去年很带衰 他讲的时候 全球股市是大跌的 OK 但是这是不是相对 某些利空 就是大家再次进场的机会 因为都认为 第四季是有行情的 我们先来关系一下 这个NVIDIA 像这个在美国时间 是8月23 我们的时间8月24 凌晨的时候 要公布他们第二季的财报 现在大家真的是屏息以待 这个挥打乐透开讲 到底结果如何 是不是AI狂潮再起呢 我们现场先调查一下 押注一下 AI狂潮会不会再起 Yes or No 就这个张杰最有信心 另外两位持终利意见 好 永明哥 第一个 我觉得刚刚志源讲得非常好 就是说股市有点复杂 因为它永远 股价永远是跟自己的预期在比 就是说你一个礼拜之前 当你没有 你觉得行情要往一万六千走 这个一万六千点走的时候 你对挥打是不会抱有太好的期望 所以那个时间点上面 你对它的看法 跟对所有AI股的一个看法 你是低标 但是因为你这几天守住了 又攻上去了 所以大家临到了 后面的一个期限的时候 你的期望值已经拉到脖子这边了 那你接下来你只能更好 你就变成过河阻止 你没有退路 所以现在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市场上对挥打 到底预估是怎样 就是2024年的第二季 大概营收要成长百分之六四 毛利率要回到百分之七十 然后资本支出要十一到十三亿美金 如果这个数字已经变成市场上公认的标准的话 那今天晚上出来 如果不急这个数字 那个会有失望性脉牙 那如果急这个数字的话 那个叫符合预期 如果有超乎那个预期的话 我觉得那个股价才会动 所以这件事情是很复杂的 你说它好不好 我觉得它非常好 但是因为你给它的标准已经是 这个小孩子我觉得它就应该要考一百分的 所以它最后考到九十分的时候 我认为它退步了 是这样的一个道理 那AI会不会变成一个狂潮 我们再来看一下 国际上也不支持这件事 因为我们刚刚说NVIDIA的一个走势 它是属于多头的三条线 就是你把它当成五线谱里面来看 有点像布林通道 它基本上已经是在中轴以上的一个位置 可是问题是你拿来看AMD AMD整体的一个状况 挥打是空方缺口没有补 但是你去看AMD的空方缺口是补 多方缺口是补了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位在所谓的一个缺口下缘还跌破 我们就算它这个地方不是很弱 但是至少也要整理 那这件事情就是在反映说 到目前为止确实 NVIDIA的进度还是领先AMD 所以股价其实在说话 那我们回头来去看台湾这边的一个状况 所有的AI都雨入均沾吗 其实也没有 所以我把AI股分成四大类 就形态上来讲 因为现在他们好不好 我讲大家也都不用去质疑 不信你自己去搜索那个新闻 应该没有人说他们不好 不管你从机壳类的 从散热类的 或者是从伺服器的 所有的这个电源供应器或PCB 但是你现在如果说你把它分成四大类 第一大类我是认为还有操作空间的 叫大量飞高点 也就是说像光宝科这一类的股票 音乐达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最高点当天是最大量 所以我们常说最高点不会落在最大量 这个叫量线价行 这个股价的一个逻辑 所以它还是有创新高的条件 那第二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的话 就是投信锁码 投信的恐怖平衡 比如说像台光店 台光店投信已经持有加近快20%了 所以这个地方只要投信没有大卖的话 股价应该要太高漫步 所以它是沿着月线开始往上走 那你月线管理高的话 这个地方会回来 那月线贴的月线走的话 越贴越安全 好 但是这一类的其实就没有那么好 这个叫做右肩出货形态的疑虑 那这个就包含像伪创 各位可以去看 一个股票高点下来了之后 你去看这个下来的过程 光宝科下来的过程量是缩 可是你去看伪创下来的过程量 我们说完全没有缩 那这代表什么含义 这个地方一定有声报转让 一定有当初你很多声报转让 在这个地方你来来回回的去 所以有一堆的人在这个地方连环套连环抢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比较有右肩的形态 那你说奇怪了 广达就没有 对广达就没有 音乐达也没有 所以你说把伪创广达跟音乐达来比的话 确实就有一只可能走得稍微比较堪忧 那再来的话 这个就是所谓的尾盘偷跑型 像昨天 昨天的银帮 机可类的银帮 这个地方尾巴就偷跑 那它的一个股价是因为 它跟月线的正乖率已经高达快48% 所以这种股票的话就必须要被修正 因为它过热 所以现在的AI 其实已经有类似这样的情形 从国际间 你看两大指标都走不同掉 那现在国内 我大概也分成这四大类型 市总行 大家来这个特别来做参考 如果出现这个出货形态 或者刚发现这些警示的话 要特别小心了 大家这个筹码端 刚是有没有提供的判断 刚刚比较有这个信息 就是队长了 你觉得会在起 对那我个人是比较从 所谓的军备竞赛的角度 也就是说我从产业跟这个 所谓的这个 整个科技 新科技的一个带动 来做一个想法 第一个其实我认为 对比于1995 96年的 所谓的互联网狂潮 那个时候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上网要干什么 可是问一下沁宇 现在上网 十一住行娱乐 你什么都买得到 其实不上网不知道干嘛 对 你在什么591住屋王 买房子买车 然后这个买菜王 还有这个所谓的 你能拜拜的东西 所有的买书 所有东西都在网路上买得到 所以这个东西 其实早在7月的时候 并没有 例如说英国 他砸1亿英镑 要来做所谓的军备竞赛 那我说了 他们现在在做这个 是所谓training的AI伺服器 他不知道以后要怎么应用 可是他不买 不抢 他的伺服器就输人家 运算的能力就输人家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来引用 凯基证券投顾 他提到 训用的AI伺服器 明年有19万台 今年有19万台 明年是57万台 这个商机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千亿美元以上 也就是说我认为 刚刚提到 不管沙鲁阿拉伯 或者是什么 阿拉伯联合大公众 或是英国 未来一定是全世界 所有的大的公司 就是要做军备竞赛 所以这一段时间 大家先不要预设立场 就是觉得说 好像涨多了会觉得这个 我认为这只是一个 根本就还没有泡沫 就是一个科技的一个 主身段都还没有开始 那当然 主身段都还没有开始 是的 那当然我个人也很认同 永明哥刚刚提到 就是说 现阶段不再会是 所谓雨露均沾 也就是从这个百花齐放 一定会进入到 强者横强 那我的产业分类 是五个方法 那其实这个 选择了一个判断的方式 跟永明哥 其实我们这个 大同小异 我们这个英雄所缺略同 我简单举例 像散热 例如说 你可以分组装 机壳散热跟PCB 或者是做半导体检测 那顶多再加一个IP 那组装 其实你看 广达财报公布出来 第二季 获利是4.6块钱 年营 这个净利的成长 是56个percent 这叫财报惊喜 那伪创公布出来 财报其实就是 普通或者是惊吓 那我们来看 齐宏跟双宏 齐宏是涨了三个月 这个七八九月 一直不断的创新高 十日线都没跌破 双宏是整理三个月 财报公布之后 一样惊吓 连杀三根破形态 也就是说 每一个产业里面 有一些是因为真的AI 他上修 例如说齐宏 他说第三季 有真的AI的订单 双宏说可能认证 还要在八月九月 才能够拿到 OK 那广达也一样 广达并没有大股东 身让尾创是有 红基卖了三万多张 OK 所以每一个 其实我简单举例 是广达 陆续表态了 对 那像秦晨窗户的业绩 做出来都是惊喜 那建策起用 前面排序的就是我认为 这个基本面上 比较惊喜 那刚才像这个 台光电跟见顶 这个也是 你从财报 你从大股东的身让 你从技术面来说 基本上就可以判断出 强跟弱 所以就算 你要跟着NVIDIA 这个大哥 你还是要找出 强跟弱 你就有办法掌握下一段 所谓的真未来 真趋势 真的AI 这是我个人一点点的看法 OK 所以哪些可以留 哪些可以走 可以判断标准 志远 你刚刚也是保留的 是 那我想现在来讲 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在压注 这个挥打这个部分 那我觉得也是 跟我前段讲的一样 就是说 现在大家看 我觉得 你要再翻倍成长 我觉得这个时候 压力会比较大一点 那当然来讲 这个惊喜到多少 我觉得就是看 今天晚上可能很多人都睡不着觉 要好好看一下这个 挥打的那一个表现 OK 我们刚才看到这个 其实大摩 现在对于这个AI供应链是非常的看好 而且说这个整个订单可能会是千亿 明天会翻到两千亿以上 这一点对长怎么看 OK 那其实我认为 这个大摩的看法 我是完全认同 那只是说当中还是大家要分出区别 我简单说 像鸿海 它的法说会 如果大家去看这个逐字稿 它的这个是所谓的GPU的Module 它是这个FII 就是工业复联 它做的是这个比较简单的 所谓的Module 可是在伟创跟广达 做的是Server 或者是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Module跟GPU的Bestule 简单说就是 难的有人做 简单的也有人做 所以为什么 这个大摩的报告其实解释 鸿海其实法说会它说 它也有AI啊 它也蛮好的 可是结果股价竟然是跌破前低 OK 所以这个真跟假 就是拿到的这个是 所谓的比较贵的 或者是毛利比较高的 比较好的 其实这一篇大摩的报告 我认为它讲得很详细 那结论当然了 其实广达跟伟创 甚至是技嘉 还是拿到一个毛利比较高的一个部分 那它供应链列出来的东西 其实跟我刚刚那个表 它就是分几个产业 机壳也有业绩强的 那散热也有 包括散热的GPU 甚至CCL的同伯基板 跟这个台光电 那我再来给大家这个echo一下 就是说 大摩说AI那么好 可是其实台湾 我们7月的出口 资通讯产品 万宏从中 一点黑 就是54%的YOY 也就是说 台湾在整个7月的进出口 是很差 而且是这个状况 是蓝灯 那所有的电子零组件 这些都不好不好 更不要说黑色金属 什么铁矿砂煤 铜 像旺海是一整年跌了9个月 那个钢铁航运硕化 因为整个中国大陆状况 只有资通讯 所以AI是一门好生意 不只大摩说 我来给大家说 我们7月的进出口 在资通讯产品 YOY的年增率 基本上是50几个% 这个部分也证明了大摩说 AI是个好生意的这件事情 OK好 我们又来看到高股息的ETF的表现 这一波当然大家非常开心 这个存股变标股 那这个月大盘跌了差不多5%多 但是还有13档的高股息ETF 打败了这个大盘 现在还可以来挑选强势的高股息ETF吗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但是我觉得今年最大的惊奇就是在ETF上面 特别是高股息的ETF 大家看一下 这高股息ETF过去来讲 大家都希望说稳稳地赚 什么稳稳地赚 今年以来的投资绩效有多少 你像0056 今年以来已经快42%的一个投资报酬率 00878最多受益人的 也将近有37%的一个投资报酬率 那这些高股息ETF 其实我要说它其实都是无心插流流成硬 因为原本指数公司在筛选成分股的时候 都是因为像不管是技嘉 广达 伟创这些过去都是稳稳的公司 那么配息率就蛮好的 每一年都是在差不多5%上下 那么在指数成分股在编制的时候 就把它选进来 那问题是指数成分股在编制的时候 到实际生效有一段时间 那这个时候AI爆发了 所以让这些AI股其实大涨特涨 可是我建议就是大家 其实我提醒大家涨了这么多 你要看看你原本的一个投资的心态是什么 大多数投资高股息ETF都是希望一年 差不多5-6%稳稳的赚 现在不到一年已经提前赚了7-8年的股息 其实我还是觉得说可以少量的 就是高档获利了解 当然是个长期投资还没错 但是为什么可以高档获利了解 你可以选择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它已经提前赚了这么多了 你提前落袋为安 当市场有所震荡的时候 像这一波来讲 我看很多0056跟00878 其实曾经有回档将近10% 在上一波这一波AI股回档的时候 其实你会发现到 它现在的一个波动程度 已经是还蛮大的 跟它过去高股息ETF的状况 已经不太一样 还有一个现象值得大家注意 你有没有发现到最近这一个月 涨得比较多的915 713跟929这三档 因为其他都是跌的 为什么 这三档以前都有所谓的AI股 那这三档为什么现在 反而在最近这个一个月表现比较好 因为这三档刚刚好都已经是 调整成分股 而且把AI股剃掉了 已经剃掉了 对这三档刚好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 跌的时候都没被跌到 对跌的时候都没有被跌到 所以这一个月反而表现的比较好 其他的呢 跌的呢 大部分都是因为指数成分股 调整的时间还没有到 大家留意一下 年底还有一个比较大的 像00512跟00878 分别在11 12月都还有 所谓的指数成分股的一个调整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卖压 但是不是说它不好 这边基金生要提醒大家说 不是说它不好 而是说它不符合原本 高价值股的期待 所以会被调整 但是这个调整呢 有人丢 有人也会减 为什么 比如说像技嘉来讲就好 它有可能会被高股息成分股所剃除 但是像MACR就把它接收进来了 因为它纳入MACR的成分股 未来来看台积它有可能纳入什么005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来讲 是一个多空比较交战的地方 我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是说 部分的话可以高档获利了解 然后呢 当市场比较震荡的时候 你可以试试用单笔跟定时定额呢 把原本你已经出脱的部位 再补回来 这样子的话 我觉得来回操作的话 会让你的一个绩效会更好 高卖低买 这个价差确实已经是出来了 OK很好的方式 好 继续来看台积电 台积电最近的法然圈传出来说 哇塞台积电可能会降财测 营收木曜也会下调 所以台积电非常罕见 也比说其实没有 我就维持7月份法说会的 这样一个情况 那台积电我们看到今天这个 其实也是有回问的现象 我想先问台积电 现在可以买进吗 你认为圈货查 也像多空消息 一致同意也可以 今天难得是有共识的 游民哥 对 我觉得大家对台积电 台积电有点偏心 就说它其实是真正的AI 但是大家其实在讨论AI的时候 都把台积电做人格分裂 就是喜欢讲广达 或者是喜欢讲高成长的 事实上台积电的成长并不差 只是说它真的是有一块属于消费性的 跟手机相关 所以大家会把那一块给放大 然后相对就是不去看它AI的部分 那不管怎么样的话 我想之前这个是我7月7号给各位看的资料 当时的股价才刚刚创了这个高点 才刚刚在这个594的一个高点附近掉下来 那当时我们划颈线的时候是划在546 我记得我有在节目上讲了好几次 我说它这个不是一个多头坡 但是它是属于一个比较复杂形态的泄行 那这个泄行的话应该要以546为当时的所谓区间下源 如果说你假设在这一区卖错的话 你应该是跌到这里了 那通常台积电的买点都不会是最低点 不会说哪一天给你看到最低点 像小型股一样买在它急杀那天不会 它通常都是在这个地方忽而跳空下忽而跳空上 但是你就知道在这一区里面就进入买点区 那我们来算一下它发动的时间 当时我有再提 你看它上去是5个礼拜下来5个礼拜 然后最多下来有曾经整理过13个礼拜 所以如果说是以下来5个礼拜 是落在7月21那个礼拜 然后如果下来13个礼拜 会落在9月8号那个礼拜 所以我会比较倾向于接近在8月底9月初 也就是说股价如果来到这一区546附近 先来到546附近 那时间点大概就是在这里的话 你应该站在买方 我们最近来看一下台积电的一个状况 594这样跌下来 好这个地方是半年线 那半年线是假跌破 而且又跌破了546来到了538 那这个地方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讲的话 对策略分析者来讲 那个是越往下要越慢 而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好像它跌破 重要的支撑 它要再大跌一段 不是这样的做法 台积电向来的话 就是设定一个区间来逢低买季 好 那现在在这个时间点上面 假设它开始动了 那你有一个时间叫做9月8号 刚刚不是说9月12号总统登记吗 对 那如果是在这里的话 最有可能就是上去再下来 然后呢 就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 所谓底部跌高的格局 然后过了9月12号以后 再正式发动 所以9月8号的那个点 不见得会是最低点 因为最低点可能在最近的这个已经看到 但是9月18号可能是第二只脚 9月8号可能是第二只脚 但是不管怎么样的话 高低脚的状况也有利 台积电很少做V啦 你看他285那一次是有在做V型 大部分的台积电都有一个双角格局 只是说它是一个N字型的走法 我会比较倾向于这样的一个规划 OK 所以这个下来可能是另外一个买点 好 张琪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反谱归真 其实台积电呢 就是要买在没有人讨论的一个时候 那尤其呢 我们来讲一个这个股市的顺口量 所谓利空不跌 筹码沉淀 台积电在下跌的时候呢 然后呢 开始有一些可怕的利空 还要二度下修啦 那美国的订单地延啊 或者是说成熟制程降价 这一些全部都是利空 因为 但是呢 台积电基本上是没有二度下修 这是我从产业问到的一个状况 所以这个部分 我认为已经符合了一个所谓的利空不跌 那筹码沉淀也很简单 因为呢 刚刚有名哥也讲 大家遗忘了台积电是我们的护国神山 大家在封AI 大家在抢这个所谓的这个热门股 大家忘记了台积电的竞争优势 可是事实上呢 他提到过 从年底这个产能的一个扩充 这挥打的订单嘛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这个判断 再来 苹果虽然地延 但终究苹果还是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 苹果的手机还是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这个买牌 那明年甚至还有Intel的一个订单 所以呢 随着半导体的一个库存 逐渐的在第二季见到谷底库存的一个去化 然后乏人问津 乏人讨论的一个台积电 回归到它的基本面跟产业面 如果产业面的竞争优势仍在 那不管是Coors的封装 或者是所谓它的先进制程的一个优势 还有它的这个高的一个资本支出 那新的订单也都慢慢的会进来 台积电现在反而是在不断的做利空测试 从往沉淀 就是一个好的买点 OK 不要忘记真杠的AI股 就是我们台积电 好 志远 我觉得现在大家就在等了9月份 因为我觉得现在对台积电比较大的利空 可能就是在iPhone上面 因为iPhone占这个台积电比重 还是蛮高的 但是我觉得现在 大家对于iPhone15的一个看法 我个人还是认为 就是说iPhone15会掀起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换机潮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 我大概调查了一下 其实大家换机的这个所谓的 时程都有缩短的一个现象 再加上其实i15 目前从规格来讲的话 我觉得相关来讲 其实都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 所以我比较赞同有名的看法 就是说9月下旬 其实如果在iPhone这块 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从它发表之后 到整体的一个出击的一个状况 再加上整个AI的题材的话 我觉得那个时候可能就是台积电 发动的时候 OK 所以要好好来密切关注台积电了 我们继续来看 刚刚讲到包括NVIDIA 这个相关供应链台积电里面找商机 那大家一定会问 有哪一些相对来看 基期比较低 还有涨势空间的这些股票 游民哥先帮大家挑 对 第一个基期比较低 现在是比较难找 然后你只能说相对低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未来高成长的期许 以现在的角度来看的话 还有一段想象空间 那我认为在未来的情况 刚刚静怡也特别提到 Intel去做高阶封装 所以我觉得COAS这一块的话 可以走很远 但是现在你把所有COAS的一些股票 不管是测试或者是封测的 封装的那些股票找出来 你感觉稍微好像有一点点 都已经反应过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说 看能不能有复合式的体材 比如说COAS里面 再加上了一些其他的部分 那我想 其实最近我在看一些 产业报告的时候 他们在针对整个AI的一个情形 都有特别提到光通讯 因为在高速传输的过程 只是说早期的一个光通讯 大部分都是把雷射这一块 把它放在这个board外面 做这个所谓光源接收 或光纤接收 但是现在希望能够 把这个所谓的光纤的部分 整合在这个PCB板上 然后呢能够越进越好 然后中间减少它的一些loose 减少它的一些功耗 然后甚至对降热也有帮助 就散热也有帮助 那如果要达到这样 这一块做法的话 就是所谓我们说的 这个共同封装的光学元件 这个叫CPO的部分 那其实CPO是未来的 我觉得非常大的一个趋势 只是说刚刚捷地也特别有提到过 现在的股市在第二季 它是在 比如说你现在公布第二季的一个状况 你是在反映马上看到的利多 获利的状况 毛利的状况 可是CPO这一块的话 是国内到现在为止只在谈 还没有在做 所以如果你说在这个时间点上 你要去做它感觉有点早 因为它确实没有反映在它的EPS上 但是它是不是一个趋势 它是 那这个时候天人交战的过程中 你就变成你有低我才买 你高我不追 那如果是定义成这样的话 那我们就很好办 就说COWAS再加上CPO的话 那这一块一定是台积电做 那这一块的话就是国内的 有一些光通性的公司在做 那现在哪一些公司有做这一类的 其实很多 华星光也好 波罗威也好 或者是你看到的上全 目前看到的进度 比较快的应该是上全 因为上全现在是跟NVIDIA 这边拿了一个demo片 然后交给台积电去run 那就run出来的一个结果 NVIDIA还蛮满意的 所以认证已经过了 但只是说我们请研究员去COW的时候 这个报告还没有在市场上公开 所以大家都认为说它到底有没有过 事实上我们去COW的一个结果是认证过 然后他们从5月开始 一直到现在三方在谈晶片架构 那这个东西的话就变成说 一旦定调了之后 明年度开始 就应该是朝向这个 所谓COAS CPU的一个方式 来去整合它所谓的一个 原件的部分 那现在的上全呢 基本上还有demo片 然后去拿那个博通的 Broadcom的部分 还有这个Aerlapse的这一块 所以这个都是它明年的动能 现在有我看到最乐观的EPS的预估 对上全的部分 今年大概给给只能赚0.53 所以它现在股价大概差不多60 59块那附近 也就差不多这个价值 但是明年是1.01 后年1.94 再来4.15 6.02 8.79 这个前提就是说 CPU变成一个大主流的情况之下 那以它现在谈的一个进度 这个就好像 你现在在AI里面看到NVIDIA 为什么会比AMD强 就是因为你进度领先 那未来的上全 在所有的光通讯里面 这一块CPU里面 它也是进度领先 那只是说 现阶段你要去操作的时候 你一定要看着波洛威 因为波洛威是投信 最近有在买的股票 而且它是已经准备要去过高 它是所有华星光波洛威 跟上全里面姿态最高 所以你可以看着它 来去做相对低档的上全 那上全在这个位置上面 各位可以去看一下 这一条是它的上升季线 一般来讲 葛兰币八大法则里面提到 你季线在之前都没碰 所以第一次碰到 而且季线又上升 那一定是买点 对 所以你就算跌破 也是假跌破 那这个地方的话 打到这里来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缺口 其实已经做了一个N字形 所以我们为什么才说 这个股票上去下来的 第二只脚的时候 你可以开始留意 那我觉得 以今天的角度来讲 确实有点收脚的情形 那如果你问我说 那它就没有EPS 给它空到死好了 那我不认为 因为现在的股票 是在反映未来 只是你在买在哪一个点的问题 应该不是所谓的泡沫化 或者是本孟比那一类的概念 OK 重点是买在什么样的 位阶的部分 好 那我们看到这波 其实这个台股碟的这个千点 那财播这里都公布了 这个时间点 如果说我很怕 AI我觉得现在这个风险难测 我可不可以转到一些 基欧的传产股 基欧传产股的机会 现在有到了吗 张姐 OK 我认为基欧传产股 有一个成一概念的相关的概念 是非常强的产业趋势在驱动 而且业绩 还有所谓的龙头寡占地位也很强 例如说明年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个巴黎的奥运 基本上一定是门庭弱势 那2020年因为疫情 所以呢史上第一支没有观众 这门可逻却 那巴黎的奥运 巴黎那么多年没有抢到奥运 这一次不一样了出力了 LVMH集团 包括像这个Shommet 这个珠宝 它来设计这个所谓的奖牌 LV集团砸1.5亿欧 像LV Dior 要来设计这个衣服 也就是说整个不管是运动的 或者是时尚 快时尚也好 机能衣也好 都让这个明年 我认为成衣品牌 这个不管是巨洋或者是乳虹 尤其像是巨洋 今年上半年的业绩 已经开始歪歪成长 这个部分是很强的一个支撑 那我们再来由大往下看 例如说整个Nike GAP跟Target 他们因为之前疫情的关系 在电子商务上面卖很多 衣服卖很好 解封之后呢 大家库存很多 可是库存中就有消化去化完的一天 例如说宏基尾创Acer HP 他们的电子产业 例如说像技嘉 它去年就开始打消库存 那库存卖完了 当然就要补库存 所以这个几个Nike GAP 或者是Target 他们纷纷都提到 我的库存清得很干净 这是第二个产业趋势 那库存清完了之后 对我们台湾的这个 成衣厂商有什么改变呢 例如说巨洋跟乳虹 都是全球前五大 都是前五大 这是No.2或No.3的一个 前五大的一个大厂 那可以提供所谓的一条龙 包括像针织啦 或是染防染色选颜料 你要做什么西施排汗或发热衣 那这些厂商他们在做什么事 大家来看这个表 例如说爱迪达 它把它长年 例如说这个 20年的蓝色的供应商 合作20年以上的比重增加 你来看Nike Nike把它整体供应链的一个 供应商的加速 来减少很多 也就是说单一厂商的这个比重提高 过去可能要跟100家乘以一厂下订单 现在可能只剩下10家或是5家 也就是说集中化而且大厂化 原因是什么 这一些库存 能够快速调整库存的 能够给它这么好服务的 就是我们台湾的这些隐形冠军 所以我们来看 巨洋它累积到前两届EPS是7块钱 年增是7.7% 然后呢 这个讯销集团 大家都有听过的 所谓的这个Uniquro 跟GU呢 这几年 我们来简单看股价 看股价最能够说话 讯销集团在9983 在日本 Uniquro的这个出货量 跟营收获利毛利 都是三成四成在成长 尤其是这个GU 44% 那GU就是下很多订单 给我们的快时尚的这个巨洋 所以很简单 巨洋的客户的库存 已经下降到低了水位 然后呢 最后来法人报告 不断的上修 例如说台新 从350-360 然后呢 明年15-16 再来元大 这个部分呢 370 甚至是明年也是15-16块 也就是说这个股价在AI 这个一片当中呢 其实在传产今年表现也不错 然后呢 相对于这个所谓的本益比 跟它的获利 还有产业趋势 都是往上看得到的一个能量 所以我觉得 这个传产里面呢 成衣的这个代工的巨洋 是可以给大家研究 你这是中长线行情吗 是的 OK 那如果短线大家说 我现在觉得这个变化太大 我想做短线行情 那么9月等我来看 跟着短线长情 就跟着这个法人来做 那目前主力这些季底做这些行情 有哪些短线 比较安全操作的标的 游民哥 安不安全 其实我有点尴尬 因为这档股票 我有点介绍有一阵子 但是我也不知道 它为什么最近这么强 就是 我们那时候在讲AI的时候 我说伪创 这个被这个宏姬卖 对不对 所以宏姬卖了伪创 结果呢 他一边收割了伪创 但是他一边去插秧 插秧了统政 那因为他去认统政的私募 好 我们那时候讲统政的时候 他只有50块附近 那也就是说 我当时的一个利润基础 我现在不是在炒冷饭 我是说当时的利润基础 就是说 宏姬在认伪创的时候 平均的价钱 大概是落在40多块 就长时间 长时间的平均价钱 落在四几 那他现在又用40块附近 去认了统政 所以如果说今天假设 认了统政 如果统政 假设不要那么高50块 就说在40几块的时候 我认为你跟大股东同步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安全 当时我的想法是这样 那他为什么要去认他 因为第一个他是做移工的一个 所谓的汇款 新金融的部分 可是我觉得 大家把它放在通讯股很怪 尤其是最近的新闻 都把它写成通讯股 叫通讯小兼并 事实上我觉得他比较像软体股 他现在在做的 因为他早期在做电池 但他现在是在帮人家做移工汇款 那事实上这一块的话 国内就只有两张执照 一张未上市 股价已经100多 一张的话就是统政 那统政现在股价 那个时候介绍的时候 40几50 可是现在的尴尬的点 就是在于说 因为他最近一直涨停 所以即便是我昨天晚上 做资料的时候 计划赶不上变化 因为他今天又涨停 所以我只能说 各位你去看一下 技术现行是这样 因为他最近 连续性的在这个地方爆量 昨天是收了一个 比较大量的黑十字 那今天是直接涨停 但涨停已经没有再继续爆量 这个股票 我真的不建议大家追高 那这边有一个缺口 这边有个缺口 一般来讲 这种短线供高的股票 尤其是今天锁的 也不是锁的很扎实的 我觉得他应该还是会下来 甚至会跌破这个缺口 来进行一个所谓的一个平台整理 但是我认为他的目标价 应该还没到 如果说是以 你现在看到的 宏基旗下的三家 不管是宏基资讯 安基资讯 他们的股价有100的 有300的 如果以软体股 在宏基旗下的小经济来讲 统证 如果你把它当成软体股 它太便宜 但是太便宜 也不代表你在这个地方去追 所以如果你要做短线 下来补了缺口之后 试图的有去做收缴 再勾起来的那一波 我觉得你可以操作 Ok 给大家做参考了 这个到缺口 这边给大家看一下目标价 好 这边张姐要建议的是 Ok 其实这个女神 问的是这个所谓短线 短线选股很简单 你找5日以内 投信买超最多 然后呢 投信买的动 当然就是股本比较小 就是投信买超的 这个投本比做参考 那这个也是我运用AI选股 这是我自己的APP 那你看到 投信买超 5日投本比最高第一名 9亿股本的川湖 再来第二名双红 再来嘉哲跟德伟 这个我想 如果你在短线上面 投信连续5天 买超占它股本最多 就简单就可以做参考 那我们来讲第一名的川湖 简单花两分钟 川湖就是存AI AI伺服器的导轨 市占率蛮高的 做这个伺服器导轨的 只有美国一间厂商跟川湖 川湖是第二 亚洲第一 那伺服器导轨呢 我们来讲 其实大家 比较没有讨论做川湖 其实很纯的AI 因为AI的伺服器变很重 所以这个导轨呢 它的需求 100公斤 这个导轨的一个需求 跟这个价格 特别的高 然后呢 它也是 基本上获利的基优生 我们看两个图就好 它过去 基本上呢 可以赚20块到40块 也就是去年 2022年的第四季 有沒有 获利EPS单季 就赚6块7块 虽然今年有点漏 第一季是回到4块8 第二季又回到7块 那重点来了 因为这是传统伺服器 让它营收下滑 公司说 AI伺服器 在第四季就可以看到 非常漂亮的一个贡献 然后呢 法人给的目标价 竟然是给到1000块以上 例如说这里 这个是元大 这个是所谓的这个 这个康和 给的目标价 基本上都是1180 还有这个也是1000块 所以呢 川湖在最近 投信买超很多 而且它股本相对的 在10亿以下 那这个法人的一个看法 认为第四季以后 川湖的这个传统的伺服器 驾动率上来以后 搭配AI的贡献 这个部分我认为是短线上面 投信在这个集中的一个标的 好投信的筹码跟着投信来做 但这是一个短线建议的标的 给大家做参考 另外来看到 现在这个全世界都很关心 这个中国的情况 到底有多烂 那么高门已经是 三个月内第二次 调降对中国股市的看法了 那目前这个危机 都还没有解除的情况 如果手中有这个中国相关的基金 ETF 概念国 新经济等等的这些标的 该怎么办呢 志愿 华尔街日报 我最近下了一个很重的要标题 就是China is over 什么样的over 就是因为它最近 就是过去40年的一个 经济繁华的荣景 已经过去了 未来来讲 你很难再看到中国 有出现一个大幅度的一个经济成长 为什么会这么差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 主要还是在中国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经济上面 出现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特别是在它的一个三驾马车上面 那中国的经济三驾马车 分别是这个所谓的消费 那么出口跟投资 我们先来看所谓的消费的部分 这个居民的一个消费指数 你会发现到就是说 在今年初所谓的中国解封之后 其实还有一部分小幅度的一个上扬 那个时候大家想说 这个中国应该会出现一个暴富性的一个消费 没想到才短短的一个昙花一现之后 中国的一个消费极具值降 我觉得一个特别重要的是在于这个PPI 原本PPI是一个比较高档的一个地方 一下子降这么多 东西越来越便宜 但是大家也不买 所以这就是标准的 大家为什么觉得说 中国有可能有一个通缩的危机 就是在这里 通缩的意思就是东西越便宜 但是大家也不买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这个状况来讲 对于中国来讲是比较严重一点 所以过去我们看精品店 那个什么通通给我包起来 这种状况 我觉得应该想是很难 回不去了 对 那么第二个呢 我觉得很重要就是在整个出口的一个部分 那虽然说中国的一个经济 想要导致像美国一样以消费为主 可是呢 我们看它整体的一个出口 还是占它一个比重还是蛮高 但是我们看最近这几个月 这个中国的一个进出口的一个状况 实在是很不理想 而且其实出口的状况 衰退的状况是越来越严重 还有扩大的一个迹象 这个蓝色的部分就是在出口 所以在整个整体出口的状况 其实也代表 这个其实从美中贸易战之后 再加上所谓的去中国化的一个因素 其实让整体中国的一个出口状况 我觉得真的是不尽理想 那么最重要的还有一点呢 就是在整体的国内投资的部分 也就是最近中国的这些房市 所谓的连环报 包括这个所谓碧桂园 包括SOHO 包括恒大这些 你会发现到整体中国国内的投资 因为房地产市场不好 特别我们注意一下 上个月的这个社会融资的一个部分 还有新增信贷还有三兆多 这个月马上降到多少 只有剩下三千多万 真的是断崖式的下跌 对 都没有人要投资 所以整体的状况来讲 它已经没信唱了 并不理想 所以我们快速来看一下 这个陆股基金跟陆股ETF的部分 其实还好是因为这些陆股基金跟陆股ETF 因为人民币比较弱 我们占了一点点汇率上面的优势 但是我觉得这个市场上面来讲的话 整体我觉得还是请大家要小心 那在资产配置上面来讲 要比较少一点 因为毕竟来讲是一个单一国家 风险波动程度会比较大一点 那现在跑是不是太慢了 我已经来不及 我想会投资陆股或陆股基金 通常都是很久 那这个来讲的话也没有太大的一个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平的 市场这样子 OK 就这个且看且走了 好我们谢谢今天三位的来宾 目前我们这次秉析一带 就是灰达的财报 那么AI的接下来的这个 到底表现会是如何 选股要怎么选 我们下个礼拜再继续跟大家来直播见 拜拜